量饭熟食新菜 平价麻油鸡CP值最高 量饭熟食业绩逐年成长 三大量饭10月11月 共推出15款熟食新菜 哪些新菜最值得采买呢 我们请来连爱卿 营养师谢宜芳 陈颜希等专家试吃 将这些新菜分为食补 肉品调理 西式面点 海鲜共4类 针对口味40分 外观30分 价格30分来试吃 冷嗖嗖的冬天 暖身汤品最好卖 加了不退出的麻油鸡 鸡肉吃起来不柴 做法正统成为出现关键 它的麻油鸡的做法 是真的非常传统 本应是说 它的麻油鸡里面 没有加很重的盐巴味 它香气不够 首度开卖药炖排骨的爱买 因排骨肥瘦适中 够软烂 汤底及浓度也不错 顺利脱颖而出 材料的挑选很不错 以肥瘦来说 我觉得还是蛮适中的 肉品调理类 共有核桃木烤鸡 烟熏香肠 美式猪脚 豆乳鸡等新菜 这是核桃木烤鸡 烤色漂亮 卖相加 肉质紧实 获得专家推荐 值得采买 我觉得这个外观 当然是OK没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 食品加工 包括区剂 食材这种 这个是安全的 一个棉层是OK 其他烟熏香肠 及美式猪脚 则因颜色都过于鲜艳 无法获得好成绩 年底到了 厂公节庆拍队商机 量饭新品有 青酱熏鸡披萨 培根披萨 鸡肉卷 牛肉卷可选 家乐福推出培根披萨 18寸售价299元 1 6片55元 口味表现正常 饼皮烤得很适中 配料也很丰富 海鲜类因保存不易 成本高 仅有大润发推出新品 烤试沐鱼肚 一个你土味这么重 一个就不合格了 不管你有多大片 你的鱼肉多么的肥 可是你吃起来的口感还是不行 肉是松散的 然后臭味 这个是不合格的 鱼肉过重 肉质松散 因此海鲜类从缺 买回去的熟食吃不完 加点巧思又可变成新菜上桌 年爱卿建议 香肠可切片与蒜仔拌炒 或是切块炒青菜 豆乳鸡加点超商生菜沙拉 立即变身鸡肉沙拉 吃完要炖排骨 若担心火气大 可吃生萝卜 萝卜泡菜 番茄等解燥热 熟食的复热也很重要 披萨葱油饼等面点类 可将平底锅放置电池炉上 或是瓦斯炉开小火 不用加油直接放入 盖上锅盖焖出水汽 鸡肉卷牛肉卷这类熟食 因内馅圆后 千一千放入微波炉 加热20到30秒 提高内部温度 再放烤箱或平底锅复热 至于卖场买回来的麻油鸡 能否再加酒调味 专家们也有不同看法 麻油鸡重底为什么要加酒 就是利用酒精的温度 让鸡肉的嫩度更好 所以你事后加酒 你等于是喝酒 以烹调来讲 是绝对可以再加酒 我想要酒精的味道 稍微重一点 通常一般的妈妈 她可以再加一些酒下去 此外 麦场熟食若是冷藏 隔日再吃 必须完全附热才卫生 海鲜类熟食当天就必须吃完 不一再存放 东新闻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